黃埔區四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今天啟動港式家庭醫生工作室 邀請香港醫生參與社區居民的日常健康管理 培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全科醫生成為金牌醫生 讓居民可以享受到港式全科醫療服務 李林報讀 請問您是全先生嗎? 是的 你好 最近有點咳嗽 今天南江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全科主治醫生李玉鵬接診時 身邊多了一位導師 這位導師是香港醫生 會詳細記錄下接診過程中的細節 並對醫生提出服務建議 中間可能就有一點點的那個小差距 打印不了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就要跟他溝通多一點 就說我現在那時候你就可以直接說你開的這些藥 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就比方說剛剛的可能那病人就比較內向 那我們就會著重的跟他說 怎麼去開導這個病人 用哪一些開放性 什麼時候用一些針對性的問題 去導出他真正來看病的一個原因 加強我們日常的診療技術這一塊 特別是對於人文關懷、溝通技巧 有很多很大的提升 甚至就是剛剛打印機壞的時候 有一些停留的時間都會有一些小指導 說怎麼樣讓這個時間不那麼尷尬 港式家庭醫生工作室能夠為居民提供品質醫療服務 如果病人需要轉診 導師和學員會共同商議治療和轉診方案 我們可以看到整間診室 是比較注重細節的設計 好像這個台角的圓角 就可以避免病人撞傷 另外整間診室是比較光芒 但是不像眼 考慮到病人家屬陪診的需要 還特意放了一張沙發給他們 目前黃埔區已經初步形成 以港式傳科為中心的專科轉診機制 有40位傳科醫生和護士接受金牌課程培訓 他們經過考核之後 將會成為金牌傳科醫生 今年黃埔區還將建成六家 港式家庭醫生工作室 廣州電視記者李林報導 都